能自我,能看似,拼出一心似 流汗血,尋尺心,追尋大意義 生命,作倒著,留下了英雄故事 憂患,劍骨氣,狼步顧盼似盛事 歡迎收看警訊 今天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日子 相信這一日對不同的人來說都有不同的意義 在我來說,我就是希望香港的治安可以繼續良好 罪案的數字可以直線下降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樣的想法 希望香港可以繼續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我們轉個話題,KJ 一開始做節目,我想問你 知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喜歡玩哪一類型的遊戲 我相信都是一些網上的電子遊戲 例如是戰爭或對戰的類別特別受歡迎 不過我自己喜歡和一班朋友聚會的時候 玩一些紙牌的遊戲 不過我不是很聰明,所以經常都輸多贏少 試過有一次輸了的時候 要佛食一隻紙天招,還要不允許喝水 玩遊戲就是社交聯誼的一種 你應可以增進朋友之間的感情 不過如果不知分寸玩到過了火 隨時會惹上官司 要來拍照 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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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問,Hailey為何會失誤你? 這些私人的問題,我不想回答你 對呀,問一個別的問題 她們的感情問題關你甚麼事?算吧 不行,正確或是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你真實回答我的問題 要麼我叫你做甚麼? Dare Dare?想清楚,真的Dare? 對呀 做甚麼好呢?起來 罰你甚麼好呢?就隨庫打屁股 這裡嗎? 當然啦,你選擇的,Dare 現在沒甚麼人,快點 過癮呀 到我了 好,繼續 正確還是Dare? 正確,我有甚麼不敢回答的? 問這些事嗎? 剛才是龍哥說的嘛 他會真心回答我們的問題 前幾天就有人說見到你和老闆女朋友吃飯 你們有甚麼關係? 不是呀,有個公安的人 你不懂得回答嗎? 如果老闆知道 龍哥先說 很大問題 除褲和Dare就只有兩個選擇 一就是真心回答我們的問題 二就是我們叫做甚麼就做甚麼 沒有第三個選擇 那我選Dare了,我有甚麼不敢做? 那好吧,除褲 除褲?在這裡脫? 不敢 誰說不敢? 那好吧 徐褲,出去跑個圈回來 蛤?出去跑個圈? 不跑個圈可以嗎? 這樣吧 徐褲出去走一走回來 就這樣決定 阿龍 一場兄弟,我不會拍你的影片 放心,把衣服交給我吧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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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遠一點 嘩! 事下的年輕人大膽創新 在玩遊戲的時候 很多時都會測試玩家的膽量 就好像片段中的時主那樣 在公眾地方拿跑 其實這樣做已經觸犯了香港的法例 除此之外,近期就有部分的外國遊客 在香港的泳灘尺拿曬太陽 其實這樣做同樣都是犯法的 我在這裡提提大家 香港和外國不同 外國的部分地方設有天體沙灘 但香港就沒有了 所以 若然大家公然在香港的沙灘 全身赤裸曬太陽或者游水 其實已經觸犯了法例 根據香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 任何人沒有合法權限或辯解 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之下 毀虧暴露其身體任何部分 積屬犯罪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一千元 和監禁六個月 在香港涉及村屋的爆竊案件 每年是過千宗的 為了減少這類型的案件發生 新界不中區就推行了一個捕裂計劃 鼓勵村落安裝閉路電視防盜系統 希望透過加裝了這些保安系統 可以改善鄉郊村屋的保安情況 和協助到警方在調查和搜證方面的工作 隨著現今科技的普及 不少市民都會安裝閉路電視以加強保安 而且當罪案發生的時候 閉路電視錄影片段 很多時都會成為破案的關鍵 新界北總區一個名為 保鋁計劃的防罪計劃 在區內各個村落 推廣和鼓勵村落持份者 在公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以預防罪案和加強村落的保安效能 戴Sir,可否跟我們說一下這個計劃的內容 好,Wuby 新界北總區一共有399條村 而這些村落的爆洩案件一般都會比較嚴重 因為村裡的保安設施和設備都會比較簡單 在2006年,我們新界北總區舉辦了一個保鋁計劃 目的就是希望居民可以在家裡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現在就是計劃的第二階段 我們就希望鼓勵村可以在公眾地方 例如停車場、通道等地方安裝閉路電視 亦都希望透過閉路電視 亦都可以加強警察在調查案件的能力 戴Sir,現在這個保鋁計劃的成效是怎樣呢 在推行保鋁計劃的初期就不是那麼大的成效 但到後期我們就得到很多村民、村代表和鄉市委員會的支持 可以在很多村的公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截至到現時為止 在新界北一共有28條村的公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 而另外亦都有很多村民意識到安裝閉路電視系統的重要性 在他們的家中安裝閉路電視 每個地方安裝閉路電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上水粉岭围 而这个村落也参加了捕铝计划 在公众地方安装了闭露电视 戴长我知道之前在这里发生了一宗爆舍案 而全靠这些闭露电视 警方才可以迅速破案 没错,Wuby 在2016年的5月在这里发生了一宗爆舍案件 而我们警方在调查的时候 就透过闭露电视系统 就成功看到责人犯案的过程 和他犯案时所乘坐的车辆 而录影片段就清楚拍到车辆的车牌 我们就透过这一点的线索 成功拘捕而返 和在车里起了部分的失物 Evo 除了上水粉凌圍之外 大埔黃宜坳村都是其中一個參與堡壘計劃的村落 而村落持份者在村內不同的公眾地方都安裝了閉路電視系統 不知道他們又覺得成效如何呢 現在在村內裝了7支高清鏡頭 在主要通道 裝了之後事實減少了很多陌生人進來本村 這個村都曾經發生過罪案 全靠這套閉路電視成功破案 例如有一宗在車上被撞花了 司機走了 無法找到司機 就靠這套閉路電視我們回帶之後 就將司機找出這個是成功破案的 最後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一些保安程度較低的村屋或者獨立屋 往往都會成為賊人的目標 所以市民在外出的時候 記得要加強家居保安 以免賊人有機可乘 這支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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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